大家好,欢迎苏克林知识一下 今天聊一下中国最近宣布的 将有2万亿的旧市拯救股市的基金 这件事情还是蛮重大的 在聊这个事情之前先提一个事 就是河南又出了一件惨剧 河南其实也就几周之前出了一个 中学生在学校里莫名其妙被杀死了 当然了,他这个学校就直接说 他是从楼上坠落而死 当时那在河南宁宁 那个时候造成了当时整个县城 那些老百姓都上街了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但过了几周之后又出了一件 更为惨痛的事件 在河南叫做一个方城的县城 居然有13个学生被烧死在宿舍里 他们应该是一个50多平米的一个大房间 里面有三四十个学生住在一起 但是居然突然发生火灾 其中就烧死了13个人 而且最为诡异的地方是政府 他首先他根本就不怎么报道这件事 这件事就根本政府就想把它掩盖过去 在公众的关注下呢 当地政府做了一些报道 但是至今呢 这13个学生是怎么烧死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寝室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 都不清不楚 就当时还有一个老师在学 在这个宿舍里面和学生一起 居然都还有学生被 这么多学生被烧死 究竟什么导致了火灾 为什么这些学生 没有没有就是顺利的撤出去 是什么导致了这13个人就撤不出去 就说这13个学生被烧死的时候 还躺在床上 这非常非常奇怪 因为怎么着火烧来了 人会醒 特别是所有人都在躁动的时候 都在往外跑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还直接睡在床上呢 那怎么就没有任何一点救助呢 这非常的诡异 关于这件事情 到底具体的情况不清楚 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新闻 或者是公安去报道的东西 他什么都没有公布 以至于有人已经开始猜测 这是不是又一次什么人体器官盗窃 中间是不是存在的某些小孩 已经为了掩盖什么东西 这种非常非常恐怖的可能性 但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国家 特别是中共这个政府 这个政党 他在中国是以色彩天 他把控中国 他已经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自己的中国人自己的子 小孩下一代啊 不断的遭受着各种的这种残杀 这个政府毫不作为 当然也许背后黑手就是他们 好 先就是 就是先短暂的 因为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 我就暂时先谈到这儿 回到中国股市这一点 我已经连续做过好几期 关于中国股市的这个视频了 中国现在呢 去年整个 不是去年 整个这近几年 其实闹得最凶的是房地产 那最近房地产的新闻 已经完全被股市的新闻所压制了 因为中国的股市已经出现了一个 已经到了一个剧情的高潮了 已经让人觉得非常 你都无法预料 这个股市会发生什么 因为它连续几次打跌 我说它跌破了2800点之后 它又跌破2700点 没有跌破2000 跌到2700点 它收盘收到2756 就前天的时候 收到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中共它就 就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这件事情 发生了什么呢 股民 股民非常的 已经忍受不了了 在中国的很多的那些社交平台上 只要关于这个股市的 有关的这些社交平台 这个评论区 或者有一种 就是那种动态的评论 很多人已经看人骂习近平了 或者对共产党 已经非常的愤怒 可以说这些人 他被洗劫了 很多人在这次 这可以说是一次股灾 可以说是损失的 非常之惨重 更搞笑的是 你看 他中共的御用的那些 周小平 那御用的什么 什么网络作家 他居然在这说 A股这么跌是好事 因为这个防止 更多的资金被 怎么着 被 被这些上市公司进一步的通过股市 来套走老百姓的资金 不利于中国经济的什么 什么恢复 中国股市在涨 他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稍微有脑筋的一看 不对啊 你这个结论意思就是说 股市越低越好了 老百姓的钱 所有股民的钱跌光了 最好了 你怎么样资源起说 或者人越穷也好 这个根本就逻辑上不成立 但是呢 他都居然 这种无法说的话 他居然都要去说 事实上我们看到 中共他没有更多 一般来说 对正常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 他应该就运用 他的货币手段 比如说降息 或者是进行QE QE就是 就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 直接印钱了 但是中国没有 像国外那样降息 因为他的利息 这个调节 砝码 中共非常少的去做 他的利息 调节 对经济调节不敏感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他的银行 可能这个盈利能力 非常的优先 他要把利息再往下调 这银行的利率 因为中国的银行 其实应该是 他的黑洞很大 他里面的窟窿特别大 不是说看上去那么美好 他都看上去那么强 一旦他没有盈利了 一旦他没有办法 从他的这个利息里面 贷款利息里面 盈利了之后 他很有可能 这很多银行都会出他问题 所以他不敢调这个利息 但是他直接的QE 他一直在做 每年他的M2都是要涨 M2都是要涨10%左右 中国现在的整个全社会的M2 已经到了300万亿 这已经全是最第一了 也就是其实呢 一直 最近几个月一直是他印钱 印不到这个经济体当中 而且对于这个降息 最近是星期一还是 应该是他有一次 大家预料他有可能会降息 因为现在经济这么糟糕 特别是你的资产 特别是像股市 掉得这么厉害 一般国家都会去降息 来托一下这个股市 运用货币手段的托吗 他中国央行没降息 他当然的解释是说 中国不是利息过高的问题 而是没有贷款亿元 但是没错 他说的就是 这这么多钱印出来 进入不了经济体 所以突然发现 他没有工具了 他没有任何工具 而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呢 手里面也没有任何财政手段 他手里面也没钱 他收不上了税收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他就没有办法来应对 目前的经济问题 去年那个楼市跌成那个样子 他说了一个要搞什么 特别国债1.3万亿 我们要说中国当时的楼市 现在就算跌成这样子 至少还有350万亿的盘子 你拿一点几万亿 应对300多万亿的一个大盘子 你没用吗 而且这个特别国债 到现在为止 他怎么落实 落实到什么程度 他给这些各个省市 分配了多少 不知道 没有很明确方案出来 就是说 即使在旧楼市上 他仍然不能够爽快的 拿出方案来 所以给人的感觉是 中国的危机在这个进行当中 中国在发生 严重的通缩 政府没有办法作为 他没有工具可用 没有什么刺激的手段 其实他应该一直在刺激 但刺激不起来 他没有手段 好 我们来看 那一次 那个股市到了2756点的时候 晚上这个李强就出来说话 李强说来说的话 就是要积极 更积极的政策 来扶植这个资本市场 然后呢 第二天 当 第二天彭博社 应该是在中共内线的吹风下了 就披露了一条消息 就是中国准备 直接拿2万亿出来 支持股市 2万亿加3千亿 这2万亿大头是从哪里来呢 来得很怪 以往 原来4万亿 还有这样增加投资的时候 那直接就中央政府举债就完了 或者就 就开动央行 印钞 然后把 然后让这些银行来 来举债 应该是现在 即使他这样做了 没有任何人来贷款 这些债务 发不出去 进入不了经济体当中 所以 就 现在就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托市了 所以他现在说了2万亿 他怎么来呢 他是说从 中国 所拥有的 比如国企 央企 他们在海外的账户 海外账户里面的 钱 将会被转到香港 去成立个什么基金 然后在香港市场上 买入中国的股票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蹊跷的 除了之外 还有3000亿 我觉得这3000亿 就是中国政府 政府自己安排3000亿 进行支持股市 我觉得这3000亿 可能是他能够落实下来的东西 首先他政府没钱了 他自己没钱了 第二 当然他传统那种印钞方式 没有办法 就现在不管用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够挪得出来 拿得出来的 可能是这3000亿 但他那2万亿 从海外的钱 就特别蹊跷 首先你底下的 你无论是自己央企 国企 你手里面 你的这些钱 每个企业他的钱 都是他自己企业经营中间 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能够轻易的 你给他拿走 就拿去买股票了 那这些企业的经营 绝对会出现大问题 他说不定 某些经营将会出现严重 某些公司可能都经营不下去 因为这2万亿人民币就相当于 2500 2600 2700亿美元 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不是 而且这个很多 你企业再大 你都不太可能有这么多现金的 很有可能 这些企业 他的海外的 在海外的这些企业 他还得变卖资产 他才能抽 抽得起这么多钱 他不可能 在这种规模上的钱 都是以资产方式存在的 都不太可能 都是什么现金 他的现金早就去投资了 要不就是 已经买成什么美国国债 要不 要不就是他的海外的资产 其实这笔钱 应该是中共的外储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或者是他在海外的资产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他居然 而且这笔钱是 比如说是 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 这就是中共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现在中国三百万亿M2的情况下 你手里面有多少美元资产 你舍得 你看他的 他的外储 当然广播出来的外储 真的外储 有没有这么多 不知道 就三万亿左右 他能拿出其中 将近百分 但没到百分十了 但也接近了 百分十的外储 来救股市 所以这是非常蹊跷的事 他就算是有这些资产 他要求这些企业 去处理这些资产 这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短暂 不可能短暂就能凑得起的 而且这些企业 一旦处理这么大规模的资产 这估计对国际市场 都会有所影响 而处理这么大规模的资产 这些企业本身 绝对会受到影响 那这些企业凭什么 凭什么说牺牲自己 中共就相当于 拿真金白银 去买他自己的股市的股票 那我们再对应来看看 中国的股市值值不值得他这么做 中国股市的本质 一直都是中共用来圈钱的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割韭菜的平台 他基本上不分什么红 中国这些股民 在股市上的这些买卖 基本上目的都是一种赌博 就是我赌啊 我先炒作这些股票炒起来了 他都没有办法去期望 我能长期持有这个股市 因为长期他不分红 而且是充满着骗局里面 你拿不稳拿不住 当然出了少数的像毛台这种股票 的确他可以做很长时间 所以有人说中国股市 是没什么机构投资者 因为机构投资者不是傻子 这个中国股市就是一个骗局 一个大骗局 就是在收割 平民百姓收割韭菜的 那你说这些机构投资者 他干嘛 他要投资在这上面 他不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吗 所以 中国股市本身 它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严肃的一个地方 就 就是 就是瞎胡闹的地方 而且 海外的机构投资者 也不会去 中国的机构投资者 也不会把这一点 作为多么 多么 重要的一个资本 资本来源 那只有骗中国老百姓的地方 当然还有社保资金进去了 社保不是也都是老百姓的钱 收割老百姓 连社保一起收割呗 中国股市就这么一个地方 你看中国股市 它的指数一直在跌 它的盘子越来越大 从18年 它才40多万亿 那到了21年 就90多万亿 就涨了一倍多了 这才几年 才三年时间 从古时代的市值 它现在市值 可能是七八十万亿吧 它居然 居然市值能够膨胀这么多 这些钱就是收割去的了 而且 而且从一方面来说 我们说 它当时宣布了这两万亿的时候 很奇怪的事情是 香港股市涨得还多一些 香港股市文讯就反弹了 而且一天就反弹 百分之二三点 还算是不错 反弹还可以 但是呢 A股就上海 深深的股市 没有像样的反弹 听到了这个消息 就往回 就没有继续往下跌 今天它收盘在两千八百点 勉强收盘在两千八百点 盘中跌了 跌到两千七百三十多点 也就是说 中国股市这些在里边 这些投资者或这些股民 不把这当回事 或者说不认为 这个会影响到这些股价 它市值上两万亿 中国股市每天成交 加起来 深户两十加起来 也都五千亿 比如说典型的 也不 那你两万亿就四天的成交量 也不算多 你从盘子的角度来说 它也就是百分之几 你就是把股指往上推百分之几 有意义吗 所以这两万亿从量上来说 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深圳 为什么香港它会涨 香港 是因为 如果中共真的这样做了 实际上是把 这个 两千六百多亿美元 从海外市场 拿到香港去 对香港来说 它如果外出一下增加两千六百多亿美元 这是个非常大的额度 它可能会直接导致香港 香港股市会因此受益 如果中共真的这么去做了 那实际上 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受益更多一些 我刚才要说的是 他真的愿意拿他的这些增金白银去买他的这个股 他用来割韭菜的股票 他如果他还有理智的话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因为中国那些股票是救不回来的 我们要说救市的话 最重要的 中国股市为什么跌成这样 最重要的是信心 而你要挽救信心 你必须做本质的结构性的改变 这些投资者为什么离开 或者说根本就不来你这玩 或者说你在里边投资的人 已经纷纷的只好割肉跑了 为什么 他们就是对你这个整个游戏 失去了信心了 那你这个游戏就不对了 你就不能这么继续玩下去了 你必须得改 而且中国股市这个问题不是 他们其实知道 中国股市它一直都根本就不反映中国的经济 它中国经济所谓的 网上高歌猛进的股市也没怎么涨 整个就是投机市 所以你要拯救这股市 你应该做的是改革这个股市的整个游戏规则 这是他应该做的 他做了吗 而且他这个不去做 他要来在这个游戏规则都不改变 就是一个坑人的一个假股市 就是一个收割韭菜的这样一个骗局的情况下 他自己会把这个后面开股市的老板 这个老签 他会自己把自己的真金白衣投在这里面买他的股票 所以他那所谓两万一 进来就是这个就越看越是假 因为看越是一个宣传而已 只是做一个姿态 我先把这个造起来 因为你这两万一要凑齐了 我刚才说了 他们还得卖他们资产 这有个过程 卖都出去卖不出去 卖出什么价格 你轻易的卖的时候 你那央企还运作不运作 所以第一 首先反映了 他没有任何的货币财政手段 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 最具体的这个股市危机 第二 他也不可 他也没钱来做了 他也拿不出钱来直接来支持 所以画了一张大饼 来用这两万亿 说是要搞两万亿来支持 实际上他做这个过程不现实 而且他即使真的把两万亿的美元 搞到手里边了 也是做做样子 他绝对舍不得投进来 这等于他 他等于是权贵自己套的出血 把权贵自己的美元 全部扔进来 换成一堆废纸 就算是他投进来了 量太小 没太大用处 而且这个游戏 规则不变 你没有制度性改 结构性改革 你搞这些都是边缴的东西 他造 这个两万亿用完 两万亿我刚才说了 每天就五千亿成交额 你两万亿能用多长时间 两万亿用完了 你还能再拿两万亿出来吗 那不是更大的利空吗 你已经扔了两万亿进去了 还没还没把他救起来 那到处跌起来 那就恐怖极了 所以这两万亿啊 就是一个幌子 越看越不真实 做的样子 太舍不得 所以呢 中国的A股 也就没太大动静 我们说 他有可能是 的确去 他还有一部分 是国内安排三千亿去 但三千亿那就 两万亿都不够 三千亿那就是 开玩笑的 我们要说的是 他已经到了 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财政货币 现在开始在这编故事了 开始给你编个 编织一个特别容易 被识破的谎言 你说他们穷途梦露 到了什么地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中国的狼来了的故事 那狼来了 那小孩 在网友去喊 都是假的 然后他就失去了公信力了 中国政府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公信力了 老百姓已经不信他们 特别是 原来在经济还可以的程度上 这个平民百姓 你说假话 我们不管你 我们还有饭吃 还有肉吃 现在没饭吃 没肉吃的时候 你说的那些话 他会信吗 你现在说我要拿人来救世了 他会把你当回事吗 现在中共政府就发现 他无论说什么 老百姓都 狼来了 这假的 所以中共以后说什么都是假的 老百姓不信 就算是以后他遭受了巨大的 真的 要把他吃了 或者说真的中国经济要崩盘了 他想笼合一点 明星 向大家一起来 我们来把这信心重新吃回来 没用了 没人信他们 好 他真的 就算他真的 拿两万亿出来救世了 没人信他们 他如果没有这种心理作用 没有说我们一起把这股市抬起来 他靠那两万亿是绝对一点用处没有 所以呢 中国股市 吹这个风 没用 我们看下面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手段 这些人啊 不管是房市也好 股市也好 这整来整去都快 都自己经济都要整崩掉了 他们还没有走出正确的一步 去进行一下结构性改革 你就发现 中共的这个统治已经陷入到一种 集体无能的状态了 就是说这个病人 其实他是该吃这个药 该做这个手术 都没有办法去做 我不相信他们一个人都看不到 但整个体制已经失败到这个程度 好 今天先聊到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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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